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两岸热点会 我是热点观察员魏清 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18日登场 台湾没有收到邀请 对此台湾中时电子报社论指出 此前吴钊燮已经坦言美方不会为台湾提案 果然最后台湾参与世卫大会的希望还是落空了 台湾国际参与困难重重 这是国际现实 无需扼腕 一般民众或许对国际参与心存不切实际的幻想 民进党当局理应明白国际关系的本质 却进行脱离现实的政治操弄 结果不但事以愿违 更让民众期望落空 民进党当局由于意识形态作祟 且不能妥善处理两岸关系 以至于处处碰壁 台湾被世卫组织拒之门外的挫败 该像一盆冷水 焦醒昏溃的民进党当局了吧 距离罢韩投开票日期越来越近 高雄市长韩国瑜 18日公开批评民进党当局 掌控岛内媒体和网络 自以为是上帝 把其他反对的声音说成是魔鬼 现在的情况是多数岛内媒体都向民进党靠拢 而反对民进党的在媒体曝光下吃尽苦头 期盼媒体要公正 对于无党籍议员朱信强表态反对罢韩 韩国瑜温情回应道 自己不在意能服务多久 而是在乎离开时留下什么 能做多少算多少 人在宫门好修行 若能继续留下来 有信心继续让高雄发光发热 韩国瑜对民进党当局操控岛内媒体的指控 起来有字 蔡英文办公室电脑近日遭黑客入侵 民进党当局高层许多内幕被曝光 其中最害人听闻的是 民进党当局甚至公然要求安插偏绿人士 打压台媒 对此台媒怒批道 这一切简直像是前促转会副主委张天青 东场案的重现 可以看到 当今岛内媒体结构尽是一片绿油油 更有强大的绿色网军操弄舆论风潮 结合政治上的威权管控 以及经济上的资源支持 民进党已在岛内社会的信息以言论两方面大全独揽 使岛内学界社团甚至于网络全都浸若寒蝉 这次爆料内容证明 民进党当局吃相如此难看 东场化的阴魂已经重现 15日 由国务院台办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 联合印发了助力台企11条措施 关于应对疫情统筹 做好支持台资企业发展 和推进台资项目有关工作的通知 对于11条措施 许多台湾青年表示 大陆推出的会台政策 切实解决了中小台企的困难 也给了台青更多的发展机会 让他们更有信心在大陆扎根 实现梦想 许多台商也纷纷表示 11条措施的出台 让他们感受到了大陆助力台商发展的诚意 更加坚定了台商扎根大陆参与高质量发展的决心和信心 其中福建省张州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会长林博言17日表示 11条措施让台企有了更多的信心和机会 消除了部分台商感到的不安和疑虑 华灿工厂双创平台合伙人兼总经理李伟国也赞许道 这些政策的发布是大陆支持台商台企发展的重磅政策措施 鼓励台企更多参与新基建 真的是把我们当一家人看待 凯虹环保科技集团总经理林卫成表示 这些措施一方面表明大陆要保障台商台企权益 另一方面也明确了大陆要多给台企一些发展的机会 好 今天的两岸热点会就到这里 之后岛内会出现哪些新的热点动态 让我们一起保持关注